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到工厂了 我们一起谈合作 这就是他厂区的全貌 整个这几栋楼 全部都是他参与人 那边就是配货帮助的发货周心 全部都是乡货物流大挂车 这整个都是厂房 整个行业的利润35% 100万的话就能赚35万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总部直接配货 3万种产品 全部都是一元店两元店的一个货源 这边整个产业园所有的商品配货都是一块多钱 然后所有的商品包括整个物流体系都很成熟 大家只是说直接去拿货去卖就好了 这些平均价格是一块四的 这些平均价格是一块四的 你看像这种产品这样的小类的就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 几毛的东西很爽 质量差点什么也不一定 像这些产品开一个店的话最好呢是在七八十平 这样的话呢配置比较好一点 单店的话一年平均想来正常都要在百八十万以上的一个营业额的一个利润率 然后雇两个员工的话这样的话就很轻松 所以很多人看不起瞧不起眼的一些生意 但是呢它的利润率还是非常可以的 小东西嘛 这个东西嘛 它一定价格嘛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新加密 新加密 茶杯也是两块钱是吗 对对 茶杯也是两块钱是吗 茶杯也是两块钱是吗 应该是茶杯 一个都是新加密 那我觉得茶杯蛮值的 这个东西真的 是吗 晚啥的话 这些医学品的话 能不能碎啊 就是容易碎不啊 你说发不留 物流吗 发不留咱们跟物流都有协议的 比如说我们发不留是好的 好似如果有碎的那一下子也会稀里哗啦的 老板呢也是跟我特别要好的朋友 他做了这个行业十多年了 像他在这边做的非常大 有很多的一个自明的影响力 然后呢 这个行业呢 他跟我出了很多一些方案 后续呢 跟大家一起去具体去 好好地去详细聊一下 帅哥这种是一包一块多吗 这种一块多的产品啊 做的还是比较利润率比较好一点的 有的基本上百分之四五十 甚至三倍 今天我们中午刚刚聊完的啊 这钢丝球 嗯 六块钱哈 八块钱 八块钱两个 八块钱两个 咱们这里面有好多种 都是跟那个超市通牌的 超市通牌的 对 像这两个 这些一包的 都是整包 都是一块多是吧 对对对 老板 好 VAN Oke 拍回本血